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 右图是一个六乘以六的正方形 其中呢 每一个小格子都是正方形 那要我们求呢 图形中大大小小的正方形有几个 OK 什么叫做大大小小的正方形呢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一个格子是一个正方形嘛 就像它说的一样 这一个格子呢 是一个正方形 但是呢 这样是不是一个正方形呢 刚刚那是一乘一嘛 这个呢 是一个三 乘以三 这样应该也是一个正方形呢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可以把正方形稍微分类 如果呢 这样子的边长是一的时候 我们就写一下 边长为一的呢 边长为一的 有几个正方形 有几个正方形 边长为一的 就是有一排就有六个嘛 对不对 六个乘以六个 所以呢 就是六乘以六 等于三十六个 那接下来呢 是边长为二的 我们研究一下呢 边长为二的 边长为二啊 这样如果当作一个边 这样当作一个边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二乘二的正方形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把什么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当作一个边 对不对 当作一个边 然后呢 还是这里 当作一边 所以呢 就会变成这样 这样也是一个二乘二的正方形 所以呢 如果我们持续的用这一段 当作呢 当作呢 其中一边 然后呢 往上一路推 这里当作一个边 或者是这里当作一个边 或这里当作一个边 那就可以用出 这样的一个正方形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二乘二的正方形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二乘二的正方形 所以简单的来说呢 我这个固定一个 固定一个横边的时候 这个直边啊 总共有几个选项 总共有五个选项耶 那同样的呢 如果我现在固定一个直边 然后我要看横边的时候 也有 一 二 三 四 五 个选项 也就是说呢 对于边长 OK 对于边长 为二的正方形来说 它其实呢 横边跟直边呢 你都可以找到 各有五个边 可以来搭配 各有五个边 可以来搭配 那每一组搭配 就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 是不是有 二十五个 二乘以二的正方形 可以看呢 那同样 如果你要找 三乘以三的话 是不是也不困难 因为 对于边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边长为三的呢 来说 其实呢 它怎么样 这样是一个 三乘以三的边长 的其中一边 这样呢 也可以组成一个 这样也可以组成一个 然后呢 最后 这样也可以组成一个 所以对于一个横边来讲 有四种选项 同样的直边也有 一 二 三 四 OK 也是呢 有四个选项 那任两个呢 就可以凑出一个 三乘三的 就像是呢 刚刚用这个红色画的 这一个 现在我们用黄色来画 像这样子 也是一个正方形 对不对 所以边长为三的呢 则是有四乘四 等于十六个 所以 接下来 边长为四 边长为五 边长为六的 是不是都可以写得出来 边长为四的时候呢 你一边就只剩下 三乘三个选项了 所以是九个 然后边长为五的呢 你只剩下什么 两个选项 只能动两次而已 所以呢 是二乘二 等于四个 那最后呢 呃 这个边长为六的 当然就是什么 一乘一 等于一个 那全部加起来呢 就是什么 一 加四 加九 加十六 加二十五 加上三十六 其实呢 这是一平方 加到六平方 但是我们现在 不用算这么复杂 我们就直接加一加就好了 OK 这边呢 是多少 这里是 一加九是十 这边呢 四加十六是二十 所以呢 是三十再加上 这边 是三十六 加上二十五 所以是六十一 六十一将三十 就等于九十一个 大大小小的正方形 OK 这边 好